我是不是要站在這裏說的嗎? 大家好,我叫Flora,中文名叫葉錦秀 中間有些電影姐妹可能見過面 今天很開心,應該是兩年前來過一次港道 我想周牧師可能不會再叫我來 但也很開心,今天再見到大家的時候 見到教會很多的生氣 我認識周牧師這幾年裏 她剛才說很欣賞我們 其實周牧師也是我一個欣賞的牧者 那份對神的愛,那份對電影姐妹的愛也是很大 你看到神的愛充滿在大家裏面 你們的愛很想給出去,是不是? 剛才我一直聽到的就是 很想將神的愛不是留在自己裏 很想傳出去,是不是? 是啊,這個其實神就是建立教會一個很重要的心意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史同行轉的第四章 如果大家有信,我們會一起讀一段聖經 整段聖經就是史同行轉第四章 都頗長的有三十幾節的經文 其實是在說初期教會建立的時候 一班使徒他們經歷的事情 我們看看其實神建立教會時候的心意是甚麼 好嗎?我們一起讀這段聖經 史同行轉第四章第一節開始 那我請,不如請弟兄讀單節 姊妹讀雙節 一人讀一段,一人讀一節 預備,第四章開始 師徒 姊妹 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 就肯煩惱 但聽到之人有許多信的 南丁數目約到五千 一人讀三十幾分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者人得传遇 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撒纳人耶稣基督的名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会有刺客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又看见那自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搏 我们当怎样扮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言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禁止他们 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 讲论教导人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原来即着神迹 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的 高声向神说 主啊 你是做天地海 过其中万物的 世上的君王一切起来 神载也聚集 要敌党主 并主的受高者 成就你守 和你旨意所预定 必有的事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復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照个人所需要用的 分级国人 好 我们一起有祈祷 神啊 多谢你 在你的心意里面 预定有教会 在地上见证你 神啊 你又让我们 你呼召我们 成为教会的一部分 我们都有其中 我们也有经历你 神啊 你昔日如何来到去 建立 成就你自己的心意 在初代教会里面 今天你仍然叫你的教会 活在你的心意里面 神啊 求你来到祝福 蒙恩堂 在你自己的引导 在你的心意里面 蒙你的大令 今天求你向我们 每一个来到说话 与我们的同在 我们这样祈祷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 名字祈求 阿们 好 使徒行转 就是教会建立 耶稣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到 耶稣他升天 第一章 说到耶稣升天之后 他叫他那群门徒 聚在一起 做一件事 记不记得是做什么 记不记得做什么 他们叫他就是 你们不要走开 你们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来到祷告 等候 等候什么呢 第一章八字 他说 但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着 能力 并要在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 来到作主的见证 整个就是这样 来到开始 就是教会的开始 聚集了 神拣选的一帮门徒 和一帮追随耶稣人 在那儿等候 圣灵的降临 然后一路下去 第二章就说到五旬节 今天是圣灵 降临节的崇拜 就是五旬节 讲到就是当时 第二章 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圣灵 敲灵在那帮仕徒的身上 他们讲起谎言 是当时很多人 从当地不同的地方 来到耶路撒冷 来到敬拜神 他们有不同的说话 但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讲起很多不同的语言 接着再讲 那章第二章的最尾 这个神迹出现 比得他有一个很长的讲论 就讲 他们发生什么事 圣灵充满是什么事 神改变他们的生命 发生什么事 在第二章最尾 他就提到 教会建立 三千人信主 就是第二章 如果再看下去 第三章是另一个神迹的出现 这个神迹就讲到 比得和约翰 去到圣殿祈祷的时候 遇到在门口 遇到一个强腿的 然后他说他什么都没有 他说奉 那撒勒人 耶稣的名叫你起来 这个神迹又发生了 哇 很震撼 因为如果你看这段圣经 第四章交代 这个人是四十年 一直以来都是强腿的 就是这个第三章里面 提到这个神迹走了之后 比得又有一个讲论 讲论完了之后 第四章的开始 就提到 他说很多人 因着这个神迹 因着见着比得所讲的这个讲论 听完之后 他说当时 只是男丁 即是未计女士 未计小朋友 只是男丁 听了比得这个讲论之后 有五千人信主 又再讲到教会的壮大 但是去到第四章 就是这个神迹完了之后 故事的下部分 刚才大家读的那段圣经 就是正正说 走完这个强腿 就是医好强腿的人 这个神迹之后 比得他们就讲完 宣讲完 大约五千人信主 但是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第四章开始 就讲到他们遇到一些人 就听完 正在圣殿 他们刚刚和人说完之后 就有一帮人走出来 这帮是什么人呢 这帮是什么人呢 圣经里面有什么说 他说他这帮人 是一帮的祭司 是一些守殿的官 和杀到个人 他说他们出来 就是因为百姓听他们的教训 又因着他们说的是关于耶稣 和一个死人复活的事 这些祭司 圣殿官和杀到的那个人 就很烦恼 他们烦恼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刚才说 他在说耶稣 记不记得耶稣 只不过是在 差不多两个月前 就是当时很震撼 全城的人都知道 他是被钉死的 但是现在他们公开在圣殿里面 说这个被钉死的人 还说他复活了 那我们看看 就是钉死他那帮人呢 就是这个祭司的群体 就是这个 特别提到守殿官 守殿官是什么人来的呢 就是在圣殿里面 有些类似我们圣殿的警察 就是他是来到去 执行法纪的 就是当时 在圣殿里面 他说除了大祭司之外 守殿官是低一级而已 就是都很高级的了 所以圣殿里面 所有发生的事情 他们都会管 特别他们是 不单只是一个管理执行的人 有些资料就说 其实他们 直接是立法的人 什么叫立法人呢 就是说他是制定 哪些人可以入圣殿 根据旧日里面这条例 他们就释法 他们解释一下 就是旧日里面 哪些人可以进来圣殿 哪些人不可以进来圣殿 那么现在干嘛呢 比德和约翰呢 他叫一个什么人进去啊 是一个一直以来都不能够进圣殿的人 他现在是带他进去 是因为他们行了一个神迹 将这个本身是跟圣殿无关 不能够去圣殿里面 敬拜神的人 今天他改变 可以进去 但是有没有问过 那些守殿官呢 似乎这里没有说啊 他就说他医好之后 他就走进去 所以其实对 那些官来说 其实他们觉得 为什么你有权 去带一些人进去呢 那另外呢 就是杀到个人 杀到个人呢 是去到这个 事行转师提的一帮人 在这个福音书里面 我们很多提到 体见的人呢 是什么呢 耶稣常常提到的 就是法利赛人 就是说他们 很熟悉的律法 很遵行旧约律法 但是很多时候 不明白神心意 耶稣就是来到什么 常常去 说他们 挑战他们 提他们问题的 但是到这里 他就没有什么提法利赛人 他特别提到 就是杀到个人 杀到个人是一个 什么群体呢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参与 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他们是 特别的 这个群体有一个特色的 就是他们不相信 复活的 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 他们也是当时的 教会的领袖 但是这一帮 比德、约翰这帮的人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 对于杀到个人来说 是一个错误的神贺 因为他在说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是尼赛亚 他能够救我们 跟原本杀到该 这帮领袖所说的 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他们的烦恼 就是 哇 这帮人 就是这两个 比德、约翰 走来做一些东西 其实是挑战着 他们一路所信的 挑战着他们一路所存 并且他们是实行着的 他们实践着的信仰 所以对着约翰和约翰的时候 他们很不耐烦 他们做了一件事 就走来捉了他们 他们当时祈祷 因为约翰和约翰 在他祈祷的时间 是下午黄昏的时间 行了晨迹 讲论之后 其实已经差不多晚上了 天黑就不像我们现在 真的有灯 所以他们就说 将他收了入监 就是将比德和约翰 收监一晚 就想一下 如何处理他们 去到这里的时候 想问一下 其实比德、约翰 他们做的是什么 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们行了一个神迹 一个讲论 接着他们面对的 是被人捉了 做的都是好的事 做的都是神的心意里面 不过他现在面对 就是他要被人捉了 并且是收在监里面 接着第二天 就是说到 他很多的官长来集合 聚集在这里 就是审问他们 其实整个场景 就是带他们 去到大官面前 这些官就是 当时的教会的领袖 他说有自民的官 有长老 有阿历山大 有大祭司的亲族 有当时的大祭司 是所有的宗教领袖 其实跟耶稣面对处境有一次 耶稣正正是这个群体的人 这帮领袖来审判他 定他罪 然后就带他去钉十架 现在是彼得和若翰同样面对着 就是一个很大的权力的一群宗教领袖 而他们是什么人来的 你记不记得 这帮使徒是什么人来的 如果你看下面 圣经它们形容 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小民 跟你跟我一样 对不对 都跟你跟我一样 都是很一般的人 很普通的人 而他们的普通和一般道 就是他们只不过是小民 为什么这么说是小民 因为他们是渔夫 他们是一些低下阶层的人 他们没有什么受教育 甚至他们没有懂法律 不懂得很多的讲论 而当时的人 一些真的受教育的人 真的有很多机会 社会地位比较高 受教育比较多的人 其实是很厉害的 你看到保罗是一个代表 当时的宗教领袖 受很多教育 特别他提到 他们受很多的 诠释 讲话 那些表达 讨论 逻辑 思维 这些东西 因为当时是什么 是这个罗马帝国 受着希罗文化影响 希罗最出名的 你知道是什么 是智学 他们很多受教育的人 是读很多哲学 很懂得辨别 很多很多讲道理 很厉害的人 但是这帮小民 是没有机会受教育 他们面对很悬殊的处境 当时的教会领袖 就是一帮这样的小民 他们面对的 就是一帮很有权 很有势 很华士 甚至可以去到处缺人 影响你的生与死 他们面对的时候 这帮官就问了他们一句说话 他问他什么呢 他说 他说你是奉哪一个人的名字 来到去叫这个人得医治 那这个人是哪个 就是那个强腿的那个 四十年 一直都在圣殿里面行黑的人 这帮祭司 认不认识他呢 一定认识 他们知道 所以其实不单止他们知道 是当时所有平时常常出入圣殿的人 都会知道这个强腿的人 行黑的人 但是今天他什么 他真的站在那里 还有什么 他说他跳舞 唱歌赞美神 进到圣殿 是所有人见到 那他就问了 他说 彼得若寒 你们是奉什么人 哪个的名字 你都医好他呢 他奉哪个名字 其实你见他答很特别 我们就讲耶稣 但是他整个彼得的回应里面 很讲到就是 他对神的体会 对耶稣的体会是什么 他不是只是说 奉了阿撒人 耶稣的名字 他叫你起来 他对耶稣的认识 也不是只是个名字 而是名字背后多东西 就是在他一间的回应里面 来表达出来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官长 他说你今天见到 这个残障的人 来到他得传遇 是因为哪一个呢 是因为 第一 是因为 这个就是你们 钉他在十字架 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 很多形容 对耶稣 他说是 你们钉死他在十字架 不过是神叫他复活的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 然后他再引据 第四章第十一节 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 他就是你们 是象人所建的石头 是这个防角头发的石头 这句说话 其实是比特 他引用 旧约圣经 这个诗篇 第118篇里面 的一句说话 其实有意思的 比特为什么会引用 这句说话呢 他说 这个耶稣 就是你们 来到去 丢弃了 不要的 但是他今天 成为了什么 防角石 并成为 这个 就是头发的石头 就是建立教会的根基 而当时 诗篇118篇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当时 很多人 诗篇118篇 是很多人 在圣殿里面 敬拜神 说到神的拯救 说到神的心意的来到 那段圣经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 诗篇118篇 19至25节 他说 给我躺开二门 我要进去 清謝耶和华 他说 这个是耶和华的门 二人要进去 我要清謝你 因为你已经英运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接着他说 上人所建的石头 已成了防角的头发石头 他说 这个是耶和华所作 是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他忍这句说话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见到神的作为 很开心 被人丢弃的 今天成为了神 头发石 他说 这个是神的作为 但是他们这帮的祭司 这帮的宗教领袖 他们是每一时 每刻常常在圣殿里面 去背诵这个诗篇的 他们很熟悉这句诗篇 但是他们不明白 神在做什么 所以彼得 他引述这个说话的时候 其实他说的就是 你们问我 这个名字是什么 他说这个名字 就是那个 已经成就 重建这个圣殿的那位神 其实是在讽刺着他们 你知道吗 你认不认到 这个就是那个 被你们所丢弃的那块石 是今天成为重建圣殿 有些人说 就说 彼得这样说的时候 不单止是在那里讽刺他们 并且他再提醒当时的人 我们常常以为 在圣殿里面敬拜 他说今天 在耶稣里面 耶稣已经亲自成为 那个重建的圣殿 有些的识经学者这样说 但是对彼得 你想想 对当时的领袖来说 那帮的祭司 那帮宗教领袖 听到彼得这样说 他明白他说什么 他明白他说什么 他明白他在囚寸他 他明白他在囚寸他 就是说 我做的东西就是耶稣做 就是你们丢弃的那个 就是你们丢弃的那个 今天他要重新建立人 他在那里 与人 让人可以和他相遇 这帮人啞口无言 再说 他就说 十二节 他说 他说在天地人间 再没有似下别的名 这个就是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很特别 大家要知道 其实耶稣的名 就是旧约里面 约书雅 同样的字 旧约里面 希伯来文 约书雅的意思 就是耶和华的拯救 而他再说 在天地人间 没有第二个名 可以来到他拯救 是唯独耶稣 就是这个 耶和华的拯救 所以 比得 哇 一个小笨 没有受到教育 多有power 对不对 他说 很深认识耶稣 并且很勇敢 来到向着 一帮的权贵 说出耶稣是怎样 换来的是那帮 的领袖听到 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他们的反应有三样 第一样 就是他认出 哇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什么 小文来的 他说比得 约书雅 都是一个普通的小文 没有学问的 第二样东西 他认出就是说 哇 为什么让约翰 这么有胆量 这么大胆 只不过是一个小文 但是很大胆 在说着耶稣 而认出他为什么 他说 这帮人 曾经真的跟过耶稣 还有一样东西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说 就因为 不是因为 穿他们的大胆 更是因为 这个 强腿了四十年的人 真的在他们面前 来到走得回 这个神迹的真实 令到他们什么 无可反驳 就是他们 没有东西可以反驳 这个呢 他就说 只是 然后他就 他就跟他说 他说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们想极都不知道 怎么对付他们 好 最终他说放他 不过放他 又怕他继续说 所以他就说 就这样 现在放你了 不过你们 不可以再跟人说耶稣 不可以再说 他已经复活了 如果你是比德和约翰 你会怎样呢 那算了 你既然放了我 又不跟我计较了 那我不说了 你会怎样呢 比德有一个回应 应该大家很熟的 那个回应 记得说什么 他说 信从神 不是 他信从人 不信从神 他说你在神面前 你说这样合不合理呢 是一个反问 问回他 你叫我不要说 那他就问他 那我在人面前 他这么认识这位神 他又经历过 他亲身来经历 这个神迹的时候 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权贵 但是他说 我是不是信从人呢 而不信从这位神呢 他说你自己想想 他叫他 你自己想想 接着他自己说 他说我亲眼见过 亲耳听过的 不能不说 他说他亲眼见过 亲耳听过的 他不能不说 这些长官对他没办法 就放了他 整个第四章 这个故事就讲 教会建立 面对迫白的来度 困难 迫白的来度 难了 甚至乎是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真实 他不是说一下他 他真的是收了牢一晚的 他们亲眼这帮 这帮的门徒 是亲眼见着 耶稣如何被他们审判的 是亲眼见着 他们这帮的领袖 是如何钉死耶稣 还要追捕他们 但是今天他们很勇敢走出来 还要说不说不行 你说 教会的建立多厉害 是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们再看看 神在这里特别提到 很多人讲到 他们行的神迹 这些神迹是否因为他们很厉害 所有第二章 第三章里面技术的 两个很大的神迹 带来很多人信主 都不是那帮满徒做到 他们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他们经历神很真实 接着他再夹着一个宣讲 就是让人明白这个神迹 背后那个神的作为是什么 带来很大的改变 但是同样 当他们越去宣讲 当他们越去 来到什么 按住神 他们越认识神 越去宣讲的时候 原来同样 逼迫他们会来到 困难 压力 会来到在教会里面 是很真实 我今天穿着这件衣服 知不知道是什么 这件衣服 其实是在巴基斯坦 做 就是订身订做的 就带回来 不是说 什么 不过我一直来的时候 很想和 其实每次穿这件衣服 我就想起一些受迫白的教会 我有机会去探巴基斯坦的信徒 其实如果你们听新闻 刚才说到 曾牧师提到 伊拉克 提到这个 敘利亚的地方 的教会面对迫白 我昨晚收到一个短讯 看完之后 很顶不住 原来我们很安逸 在这里生活 有些人 有些的弟兄姊妹 是面对他们 被人 就是 撒害的 我见到一阵 有个短片 有人传给我 一阵 几个图 跪在他面前 那些武装分子 是用枪支着他们 哇 很暴力 我不敢再传出去 那段片 很暴力 逐个逐个射死他们 前一阵 我们看到 在苏丹 苏丹 有个 妇女 27 对 27岁的妇女 她嫁了 给一个基督徒 她因为 苏丹是一个 会教国家 那他们就要 是因为她结婚 因为她生子 就已经是 要判她死刑 她跟一个人结婚 她说 她因为她跟一个 她是 会教徒的家庭 她嫁给一个基督徒 这样是犯奸淫 那她面对 是一个死刑 带着她 后来 很多人为祈祷 很多的 出声 为了争取 最近上星期 应该是放了 现在都未安全 他们想坐飞机走的时候 又再被 政府捉回 原来 信耶稣 是会这样的 这个世界 是今天 仍然有些人 是因为她信耶稣 而 要牺牲性命 我不断在想 为什么 这个女士 其实在苏丹 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情况 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们 可以逃脱死刑 不是因为 很多人 来援救他们 是因为她 不认耶稣 那她就 逃脱了 而这个姐妹 她的见证 很激励我们 知道 我不是说 要她死 而她有句话 她说 面对审判 那个官 判了她死刑的时候 她说 我不会来 她说 我从来没有改革 当苏丹政府 就觉得 她是改革 她本身 是一个回教徒 的家庭成长 她就是回教徒 她没有可能 她要跟她的父亲 她没有可能 她这样 来嫁给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基督徒 她是叛教 她这样 要接受死刑 但是她 面对这个死刑的审判的时候 她说 我从来没有改革 我一直都是信耶稣 直到今天 我仍然相信 你为主 她是很真实 来到经历神 所以到今天 她仍然活着 是见证 她虽然受仇禁 但是她在见证 这个神 是活着 是真的神 其实有时候 我们做见证 是相对简单的 我们告诉别人 你是基督徒 最多不是傻的 会跟我说耶稣 是不是 有没有听过 你有没有怕 跟别人说 你是基督徒 这里应该 蒙恩堂 这么愿意 走出去 又做 祝福的使者 你应该不会做 隐藏 臥底的基督徒 对不对 但我听过 有些基督徒 他说 他很怕 跟别人说 我是基督徒 我不敢公开 祈祷 被人笑 这些人说 这些人说 这么少 他已经放弃了 他认识的神是什么呢 当我们见到 彼得 约翰 他们很真实 认识这个神 他很真实 见到神的作为 改变人生命 并且他亲眼见到 是复活的主 所以他说 不说不行 里面很逼切 很想来到 去讲神 任何的压力 任何的逼白 他们都继续去讲 有一个原因 特别是 如果我们看回前面 提到 为什么 比德一介小民 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 而他可以这么健 而他可以这么 这么勇气 这么认识神 有一段圣经里面 特别提到 比德一样东西 他提到什么呢 他说 他被圣灵充满 第四章第八节 提到 他说当他这样问 就是那些官员 那些领袖 那些祭司问他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名 来治好这个人 圣经特别这句话 虽然很短 但很重要 他说 比德被圣灵充满 如果你再看 整个四章行转 由第二章 圣灵降临之后 上上 比德每一次的 讲论 神迹的出现 都讲到 就是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让生命很大的改变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 我们都是相信神 我们都相信 这个圣灵的同在 这份的能力 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面 来去活现出来呢 周牧师叫我 讲了勇气的时候 我好像很胆小 我是一个很胆小的女子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 怕青的 我小时候 是不会 我是很来向 极之来向 是没有人相信的 现在看到我的人 但是今天 我会跟这么多人 讲神 不是因为我很会 讲话 我是不讲话的人 我中学的时候 是一个不出声的人 周牧师说 初初认识我 几年前 就是去一些 他从来没想过去的地方 我告诉你 我第一次去短孙 害怕到死 第一次去短孙 去泰国 去泰国 没什么的 第二次去短孙 就是回大陆 然后说水灾 很严重 然后又不知道 多少军人 多少万的人民 什么解放军 就去做抢救 然后我很害怕 因为我就快要出发去那里 我请了弟兄姊妹 说我祈祷 记得那时候是团契 团契 弟兄姊妹说我祈祷 我就在那里哭 好像就快要去死 很害怕 其实是淹底 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 其实我们都会害怕的 为什么我会 为什么一路一路的改变呢 是看到神的爱很大 还有神的保护很真实 因为上一年 我去巴基斯坦的时候 刚刚之前 去之前就发生一件事 就是一单新闻 可能大家都有看过的 那单新闻就说 有一帮行山队 中间有一帮中国人 行山队在巴基斯坦 这个的 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脈里面 在巴基斯坦的境内 行山 他们在夜马一扎营的时候 然后有武装分子 走入他营地 然后杀了所有人 你们有没有听 不知道有没有听 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 就是刚刚我出发去巴基斯坦 的一个月之内 这样 哇 我发的恶梦 我发的恶梦 梦里面 我梦见我 带的整对 大英姊妹 在屋里面 是被武装分子 走入去 然后绑上我们 跪在这里 用枪指着我们 哇 怕不怕 都怕的 不过 我没有跟我的队员说 免得骗断他们 没有跟他们说 我发觉这个梦 不如祈祷 不过很奇妙就是 我们出发之前 发生一件 是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 那件事 是很长的故事 不过简单说 我们队里面 有一个人 是美国人 他是不可能申请 他是一直都申请不到签证 在美国 做了很久 他是两个月前申请签证 直至到出发来香港之前 都申请不到签证 我们就不断祈祷 为他祈祷 因为很有心 他很想去服事 后来中间 他最后就决定来香港 就和我们一起受训 他说 如果最终都申请不到 我不去 送你们机 很好的 弟兄 我们就跟他说 不如回到香港 试一下 还乱都来了 我们就跟他 他一落机 那晚凌晨到香港 第二早上 一早就跟他去 香港的巴契斯坦领事馆申请 哇 真的很震撼 总之是很短时间 我们申请 譬如我们申请叫顺利 我申请了一 我申请了三个月的签证 是多次出入境的 可以 其他队员 都是申请了一个月签证 和一次入境而已 我已经是最好的了 但是这个美国的弟兄 他完全申请不到签证 美国完全没有声气 没有任何东西 跟他去的时候 我们其实过程都是祈祷 后来一去到 只是很混乱地写东西的时候 有个巴契斯坦人 就叫我们入房 亲自接见我们 我们进去的房间很大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领事 领事只是问我们 你们去多久 你想要的签证多久 我们就说 然后他在五分钟之内 我批给你 我跟那个弟兄石头 外了 我们是不相信 我们就问大家 是不是听错了 他在五分钟之内 我批给你 而且他批给他一年 multiple entry 这个弟兄可以多次出入 他接下来还可以用这个签证 我们是 我们 跟着我们整队组 甚至所有去的 知道这件事 我们完全很震撼 神你原来没东西不行的 真的很经历神 跟着我们去的过程 其实是很多挑战的 如果你知道 去巴契斯坦 其实 后枪实弹的bodyguard 跟着我们 但我们整个过程里面 很经历是很大的平安 完全没有任何恐惧 我们无论出村去探访 去到一些工厂 如果你有看过巴契斯坦 那些奴隶 儿童奴地的地方 去工厂探访 跟他们讲福音 这些都可以 很震撼 然后再震撼我们 是可以做到门徒训练 去到和一帮学生 建立了学校 我想讲这些的一切就是 其实有很多的艰难 迫迫是很真实 特别 经文里面提到一件事 就是帮门徒 帮门徒回到去 跟教会的群体 讲这件事的时候 跟着他们有个讨告 那个讨告很特别的 那个讨告 他特别提到 他就说 那个讨告里面 他就这样讲 他说 他说世上的 他说 大卫这样讲 他说 爱邦人 为什么 争吵 万民 为什么 谋算 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 神祿也聚集 要敌党主 并主的受高者 接着他说 希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 以色列民 果然聚集 在这个城里面 要攻打你所高的 圣伯耶稣 他特别提到 这个就是 当迫不来的时候 他们不是说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们会很顺利的 神会为我们开路的 也很真实 他看到 是很多的 当时 他说什么官 很多不同的人 聚起来 就是攻击耶稣 接着他再讲 他说 第28节 他说 是成就你手 你旨意所预定 必有的事 原来教会 很早建立的时候 他们 已经明白了一件事 教会建立 是必然会面对 很多的反对 面对迫迫 面对困难 是很正常的 你和你隔壁说 好不好 面对困难是正常的 是不是很难说 这句话 面对困难正常 我们人都是逃避困难的 我们都不想有困难 我们都很想安苏 所以刚才我觉得 周牧师是傻傻的 常常叫你们离开安苏区 但这个傻 他是很合乎圣经 很合乎圣经所说的 就是困难 迫迫是正常 所以我们越留在安苏区 我们越不懂得去面对 越没力 我们生命被建立的时候 原来是可以训练一些肌肉 最近 常常看 那些人不是很厉害的吗 练得很健碩的那些呢 常常在Facebook看那些人 由很肥变得很瘦 原来我们的生命 神本身做我们 是可以被训练的 是很多potential 就是很多的潜质 潜能在你里面 问题是 我们愿不愿意 放在神手里面 你都被他塑造呢 初期教会的信徒 他们就很认得这件事 所以当彼得和若翰 告诉他们 我们被人逮捕了 我们又被人监禁了一晚 不过我们这样 我们宣讲神的时候 他们也没办法 当时教会的回应 不是说 那我们还讲不讲啊 那我们还去不去 我们还去不去圣殿啊 他们没有这样做 以后他们走在一起 他们就祷告 他们来敬拜神 他们来宣讲 神你是做天地 一切那位 接着他们再说 就是逼不来到 是很真实 不过他们说 是必然有 是明白神的心意 接着他们求一样 他们求什么呢 他说求神 第29节 他这样说 他说祈求神 就求你 他说 第29节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监察 一面叫你 一面叫你 勃人 放大 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 医治疾病 并使到 这个神迹其事 因着祈求你的 祈求你的圣 祈求耶稣的名 行出来 他们是祈求神 更大的工作 他们不是惧怕 接着求神 你保护我 你令我安全 而是他说 神啊 你祝福我们 更大胆 你都去宣讲 你的说话 去讲你的道 并且呼求神 你要继续 你要施行 神的歧视 是为拯救 是要拯救生命 他说 这个是教会渴求 接着他说 祷告完了之后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他就是按 神的心意去祷告 不是满足自己 是神你的心意成就的时候 他说 那里就震动 全地 整个地方震动 他说 圣灵就充满 接着带来的是 他们放胆 讲论神的道 由第二章 第三章 两个都是讲 比德 来讲论 神的作为 但是到这个 迫伯来到的时候 他们一同呼求神 圣灵是充满 整个的教会群体 接着是 每一个 这里讲话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还有放胆 讲论神的道 所以再不是 只是给德 只是若干这帮的使徒 来到讲论神 而是当时所有的会众 当时会众有多少人啊 八千 八千人 全部在那里 那我们想象不到 用我们的 就是现在的理解 但是当时圣经就说 所有的人 一起来到 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并且是放胆 讲论神的道 接着讲的 就是继续 如果你看 《使徒行传》 第四章的后面 接着到第五章的开始 一直到第六 第七章 第七章的 迫伯更加讲到 这个的使提犯 殉道 但是那里都是讲到 教会的建立的根基 接着这个群体 就被分散 拆到不同的地方 《使徒行传》 讲到很多的 当时的福音传开 不是只是保罗一个 不是只是给了十二个使徒 而是当时所有的 信徒都被圣灵充满 都来到大胆的 讲论神 并且就好像 耶稣的福音书里面 讲到就是 当帮门徒使徒被猜的时候 他说有什么 神迹歧视随着他们 就是当我们去服侍 当我们无论在香港 刚才演讲 我们经常通过 我们在黑暗的地方 都去发光 你若我们不是相信 我们不是经历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圣灵充满在里面 你发不了光 但我们知道 就是神的心意 我很渴求神的心意 你就会发光 你就会去到被猜影 去到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神 可以用到我们每一个 你的生命将会不断的改变 将会有很多不同 你会述说 你要讲很多神的神迹歧视 是你亲身 亲眼经历 亲耳听 亲身经历 在到一个地步 是说 不说不行 这个是神很想建立 教会的心意 我们一起有祈祷 神我多谢你 多谢你 住在你自己的子民中间 多谢你识分 多谢你